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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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不管是學道 或者是學其他的一些中文 他們在起步階段都喜歡一個人 安安心心的或者是安安靜靜的 到一个山里 或者一个很僻静的地方 去个人打打坐 或者是说 安安静静地读读经典 好多人是从这个上面开始入手 这种以个人为愉悦的 这种修行方法 它是属于一种小层的修行方法 这种方法的 修行的成果和功德 相对来说就是有限的 和比较初级的 所以说我们 他一道修 我们倡导的是走大乘路线 而走大乘路线的话 必须和这个整个众生结缘 他可以大大的缩小 缩短这个修行的历程 百千万倍 如果走小乘路线 据经典记载的话 一个人要从一个凡复道 修成圣人道 要走过的历程是千万节 按我们现在的观念的话 那就是一亿年 两亿年 十亿年 是一个很漫长很漫长的过程 人生由于寿命很短 不到百年 那么我们就必须去轮回 在这个轮回的过程之中 很多人就会迷失了道心 迷失了方向 甚至做了坏事 恶事而转头地狱的 那就是 或者是畜生的 那就是 非常的可惜 非常值得众生 生起怜悯之心 为了让和我们接缘的 所有的众生 能够不失道心 而快速向高危世界走去 那最好的办法 就是与众生接缘的大乘道法 众生啊 云云众生 现在世界上 就是人类也有好几十亿 但是 我们能够去认识他们 能够去接近他们 接下缘分的人 不多 或者是说并不容易 那我们就要明白 我们和众生接缘 最快 最容易 最近的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周围 比如说我们的 同事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朋友 这是和 我们和众生接缘 相对来说是最近的 那么还有没有更近的人 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是我们家庭成员 亲属 今天我们就在 这个基础上 来给大家 开示一下 其实在我们整个 中国历史的整个发展之中 道教文化 影响了整个中国的 一个文化底层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中国人 把这个道教文化 把它抽去 那我们也就没有 这么辉煌灿烂的 五千年以上的 华夏文明 也就烟消云散 就没有了 因为它是灵魂 灵魂就是永远打不散 灭不掉的一个东西 叫做不生不灭 为灵魂 而这个灵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道教文化的 一个修行方法 和看待这个事物的 世界的一个理念 修行它主要是分成 命功部分和性功部分 就是叫做性命双性 命功部分就是 提升我们的能量 也包括了提升我们的福报 而性功部分是 提升我们的心性和修为 而心性修为 就是我们要看待这个世界 我们要有个正确的方法 如果我们看世界 完全是错的 那我们怎么可能 修行入大道来 其他很多中文对男女 是非常的不平等 所谓的男尊女卑 现在一些偏僻的 越是偏僻的地方 它越是保留了这个观念 但是这在我们 道家的经典 道德经理 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们道家崇尚的是个太极图 阴阳复根 阴阳平衡 阴阳平等 互相遗产 缺一不可 那到家庭里面 首先我们就要追求的是什么呢 夫妻平等 在夫妻平等的这个基础上 来经营这个家庭的话 就容易化解这个矛盾 而我们现在人很容易 吵架 纠纷 冷战 甚至是热战 吵不过就打起来了 做丈夫的他拳头厉害 让对方闭嘴 怎么才扭转呢 唯有道系思想 所以说我们 所有的听众神仙们 都要明白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太极图 道德经的这个男女平等的这个理念 要带入我们的家庭的 每一个成员 要让对方明白 男女只有平等 才会经营出一个美妙的家庭关系 而家庭关系来自整个社会的一个最小的单位 一个细胞 细胞健康了 这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才会健康 所以说很多人说没有国哪有家 我们在道家眼里 反过来 叫做没有家哪有国 家庭都没经营好 怎么能经营一个国家呢 所以说我们应该想尽办法让这个家庭和谐 男女平等 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个女同修 就是我们的听众 她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的老公会把她和我们学习有关的所有的微信 相关的东西把她删掉 甚至打架 这是什么呢 这是男女不平等 就是说她希望这个女的呢 必须依附于她 不能有独立的人格 不能有独立的信仰 不能有独立的爱好 这怎么行呢 这不是暴君吗 所以说我们要改变家庭关系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她知道道德经 知道道家文化 知道如果她把我们的道家文化学好了 她不仅得到了家庭成员的支持 而且她到单位上到公司里边 她还拥有了与这整个社会打交道的智慧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然后把这个夫妻关系搞定了 当然也有反过来的 有一个男的同修 男生先 她家里她的老婆呢 最讨厌她听道家的这些课程 也会想办法把它删掉 然后呢 她过几天再偷偷把她加回来 做做随喜不思 来培植她的这个上根 这些也要把她反过来 让她知道男女是平冷的 女的也不能高高的凌驾于男的之上 来不让她有自己独立的爱好 独立的这个信仰 这都不行的 老子说的叫做万物富婴而抱扬 充气有何 这就是一个太极图 男 这个世界没有女不行 女没有男也不行 但是因为女的在整个社会往往是弱者 我们去看那些官员 女的很少很少 太少了 至少女的要占三分之一 当然 在老子的思想里 女的可能是要占三分之二 我相信未来的这个世界 主宰这个社会的 女的会比男的还多 到那个时候 大同世界才能够实现 因为我们去纵观整个历史 当男的主宰这个社会的时候 主宰这个权力的时候 就是动荡 男的占的比例越大 越动荡 越是战争 平凡之地 如果开始女的掌权 女的开始起来 拥有这个权力的时候 社会将趋于安全 整个社会将趋于和平 所以说按道德经老子的思想 未来大同世界的时候 十个官员 女的占七个 男的只有三个 为什么 只有这么大的力量 才能让这个世界和平 如果这个世界 永远是男的占九成 甚至十成 永远打仗 社会不会好的 好不了 那么子女关系 父母关系怎么办呢 叫做父持之相 父亲要 慈爱 父亲要对这个整个 家庭要有一个责任 叫做 善报天地 忠报国家 这是作为一个父亲 他对这个社会 是有责任的 当然对家庭责任更大 这样他就有一个 巩固的生命力 这是我们到家的思想 非常重要 由于父母者 生之根业 所以说做子女的怎么办呢 孝顺 必须孝顺 他说 父母错的 我是不是可以不孝顺 没得选 父母错的也要孝顺 只不过你知道他错了 你在他高兴的时候 你想办法规劝他 你想办法让他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父母是错的 你就不孝顺 这是错误的 因为父母养育了子女 你没得选 就像天地生育了人类 人类没得选 必须善待天地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与天斗 也不要与地斗 最后斗来斗去 自己完蛋 天地还是那个天地 人已经不是那个人 所以说也不要跟父母的 孝顺 我们讲的这个 道说西游记 我们讲的这个 道说封审 都讲了一个孝敬 古代我们很讲 中军爱国 是不是有毛病呢 没毛病 中军爱国 他是讲的一个天地的次序 他本身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除非遇到了一个昏君 那大家可能要想办法去规券他 大家想办法去改成他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为了天下整个的众生 但是你说那个次序有毛病吗 天地军行是他本身是没有毛病的 是我们要去严格的去遵守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修行界里 修真圈里 弟子对师父的孝顺 孝敬和言听计从 是必须百分之百的 去这样去做的 因为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能够得到天尊的认可 天地的次序才不会乱 才不会出现生悟空 学到一点点本事 就想到天上去做齐天大圣 做玉皇大帝 然后打入天宫 最后压在三下五百年 受尽了苦楚 道家还有一个对这个生育观 道家生育观和儒家生育观 是一脉相成 叫做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他对这个生育观是赞赏的 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到 像那个印度的一些修行方法 如果是都没有了 这个生育的这个能力 或者没有了 都全部是否定的话 那这个地球也就熄灭了 人类也就熄灭了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有的人他会去 杀害那个英灵 也就是说堕胎 这个在道家眼里 是不如法的 所以说如果已经发生了 那等于是残害了 就要忏悔 很痛心很痛心的 发自真心的去忏悔 忏悔多少次 都是正确的 忏悔之后怎么办呢 超度 申请超度 这样多次的超度之后 就把这个怨气慢慢的消散 天地才能和谐 自己的家庭和谐 这些都是建立一个道系家庭 所必须知道的思想 然后把这个思想 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告诉身边的人 这样一步一步的就走向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 然后自家怎么自来有个伦理 叫做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 当然是脑子的思想 脑子在道德经里讲了 还有三宝 三宝一个是我们要皈依三宝 叫做道经事 道德经讲了什么三宝呢 一月慈 大慈大悲 对众生 对家庭成员都充满了慈爱 二月减 减就是对自己很苛刻的 尽量能节约就节约 但是对众生呢 那是非常的大方 对善知识呢 那是供养 发自身心的 发大愿 身口意 全部供养 第三是非常重要的 就不敢为天下先 所以说道家人物从古之经 不管是居于很高的高官之位 或者是在民间成了一个大富豪 或者是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 成名成家的人物 这些人物从古之经非常多 他们有个特点 叫做不敢为天下先 就是他去勤劳奋斗 是跑在前面 但是安乐享受一定是推让给别人 打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就是其中有一个张良 张良其实帮助整个天下 刘邦得到了整个天下的太平 他鞠躬自尾 然后刘邦做了皇帝想把很大的功劳归给他 要把很大的天下分给他分配 不管是金银珠宝什么土地任他挑选 不要 不需要 因为一个人对一个盗者来说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云游天下的时候 就是一个小小的旅行包背在背上 走遍天下 不需要 没有太大的需求 对物质的需求非常的清心寡愈 无所谓 只要他不要 最后给他一个牛盒 还是不要 最后哪里去了 晋山与师父一起修仙去 他的师父叫黄师公 他去修学 最后晨仙得到走了 人间的一切的什么功名利路 通通的放下了 而另外的那些大臣 没放下的什么后果 被杀的被杀 被斩的被斩 这是很重要的 不敢为天下心 让别人去做什么老大 我们做一个后面的低调行事 这家庭一样的 家庭有的人很会赚钱 为家庭做了大贡献 或者在家里超次家务 生儿育女做了大贡献 潮起家来 把对方数落 觉得自己鞠躬自尾 这个家庭没有我不行 在道家眼里 这个是不行的 错误的 这会让家庭更加尖锐地对立起来了 而应该怎么不敢为天下先呢 理所当然的 慈悲对家庭成员慈悲 对社会慈悲理所当然的 节俭持家理所当然了 然后把很多的钱财把它累积起来 供养善之死做布施理所当然的 这是为子孙后代来积累福报 把这个钱积累到宇宙银行 未来会转给这些子孙后代 千千万万倍 让子孙后代更顺畅遇到贵人 这是何其媒业 这是道德经 之所以为道德经的典范 遇者凶害之根 无者天地之源 所以说欲望越大 贪嗔痴疑漫越大 这个家庭越会倒霉 我们去观察这个家庭倒霉的 好多人来跟我反馈 欠灾了几百万 有的欠灾几十万 现在怎么办怎么办 要活不下去了 在我面前说 其实我让他 说说你的经历 一听贪嗔痴太大 贪心太大 做了一个好大好大 远远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 一个事情 一个投资 结果掉坑力圈 十年出不来 二十年也出不来 以养生的角度来说 也是一样 我们要养生 就要 云淡冲青 然后把这种力量转化出去 为社会做贡献 为家庭做楷模 我不相信你做了楷模 你家庭还搞不懂 还会反对你 不会的 如果你为整个家庭做贡献 认了人员 那肯定你的 另外的家庭成员看到之后 也会受影响 也会感动 人的心总是肉掌的 我们只要方法得当 拥有智慧与慈悲 一定会改变这个家庭 对你的看法 也会改变整个社会 这样的话 道系家庭也就建立了 当整个家庭成员 都对这个道系充满了敬仰 充满了 这个崇敬的时候 他就会认真地学习 每个人都会变成很善良 这个大乘路线 在这个家庭就建立起来了 功德有多么不可思议呢 叫做举债飞升 所以说我们历史上也出现过 一些人修神仙 由于他是以大乘思想 来修帮助了乡礼 亲礼 灵礼这些所有该帮助的人 结果当他百年之后 要飞升仙界的时候 是叫做拔载而起 整个家庭鸡犬升天 就是他养的这些猫猫狗狗 都跟他一起到天上做了神仙 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所以说大家从现在开始建立 达成路线 把每一个家庭成员 潜移默化 未来 东方常诺 先见我们再聚会 那是妥等的逍遥之灾 不生不灭 整个宇宙为我们敞开 三千大千事件 不再遥远 不再封闭 这是大自在 好 时间有限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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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